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岁开始打排球 18岁破格险入国家队 老队员说 那时的他还是一只丑小鸭 这个小孩特别逗 傻傻的 特别可怜又特别可爱 人特别瘦特别高 脸特别窄 小孩似的没法预开 头发扎两个沙子 翘在头顶上 像立在天上一样 显得人更高了 当时的国家队条件很简陋 教练们把排球从高台往上砸 姑娘们就站在墙角里接 训练场是用竹子打成的 稍不留意就会被扎伤 又要躲扎又要接球 异常训练下来 往往轻一块刺一块 昂平就曾一不小心 被砸出了轻微脑震荡 但他对自己特别狠 总是加时加点的训练 有时会不吃不喝地扣球七个小时 这样流血流汗的高强度训练 让他拥有了一身扣杀绝技 1981年11月16日 是在入实测的一天 第三届女排世界杯 中国第一次杀入决赛 对阵东道主日本 这在当时是个特别大的事 全国的大街小巷都静悄悄的 人们都围在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旁 紧张地听着宋师兄的七杨姐说 所有人都盼着女排打败日本 一举夺冠 最后的结果不负众望 三比二 中国姑娘们顶着客场的压力赢了 足球 篮球 排球这三大球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世界冠军 那夜的天安门广场 挤满了北京的居民和学生 他们激动地彻夜高呼 中国万岁 女排万岁 第二天 《人民日报》发文 倡导全国上下学习女排 振兴中华 那一届世界杯 中国女排七战七胜 共扣球1116次 其中407次 都是由第一主攻守 21岁的郎平狠狠扣响 回国后 郎平收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 几千封信件 礼物 大家亲切地叫她铁狼头 她的扣球英姿 被印在了当年的邮票上 从1981年开始 中国女排所向披靡 郎平和她的队友们 不只创造了奇迹 更成为了五连贯的传奇 1982年世锦赛 1984年奥运会 1985年世界杯 1986年世锦赛 中国女排都是冠军 这样的风光无限 在整个体育史上都极其少见 80年代只要一说起女排 中国人就会心潮澎湃 郎平后来在《自传》里写 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 女排精神成为了绝不服输 永征第一的时代精神 而郎平是女排精神的一面旗帜 可是1986年之后 这面旗帜没了 26岁的郎平退役了 因为伤病 她做了多次膝盖手术 整个病骨的软骨几乎都没有了 正常走路都成问题 铁狼头变成了纸狼头 每天都过得很艰难 打不了球 只得退役 国家给她安排了工作 北京提位副主任 这在当时是无数人 梦寐以求的职位 可铁狼头没接这个铁饭碗 她说自己不是当官的料 刚刚结婚的她 决定努力学习英语 然后自飞去美国 学体育管理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郎平 大家多喜欢你啊 国家也不会亏待你 干嘛非要出国呢 郎平说她被误解了 我就是觉得 国家和人民带我太好 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 吃一辈子老本 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 我什么都不是 我得重新学习本领 我希望自己能学点实在的 科学的 真正有用的东西 最后这句话 我觉得值得所有成年人 深济于心 长大以后 我们常常把精力 更多地放在那些 虚假的周旋和伪装上 想怎么讨好领导 怎么维护关系 怎么包装自己 怎么利用人脉 很少有人认真地 学习真东西了 但事实上 一个人怎样才能有 更大的成就 更好的人生 就是要你坚持不断地学习 学实在的 科学的 真正有用的东西 这一点 郎平真是 人间清醒 去美国的决定 其实很不简单 1987年 他在国内已经功成名就 备受敬仰了 但到了美国 就完全是一个外地小白 没钱 没熟人 没工作签证 他不得不做助教 换取学费 生活费 每天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这么大的体能消耗 却穷得只能吃面包 加白菜 每天都吃这一样 迟到 想起来就恶心 后来郎平为了生计 到意大利的一家俱乐部打球 卖命打成了 最佳运动员 他又受邀 以20万美元年薪 指教了 800万世界明星队 他的教练才能显现出来 日子也过得好了起来 能在异国他乡 站得住脚了 二九十年代初的 中国女排却是青黄不接 老家们退役后 新的队伍在奖牌上颗粒无收 他们甚至一度输给泰国 沦为一支世界二流球队 1994年 曾经的恩师 恳求郎平回国执教 可他正面临着离婚风波 两岁的儿子 是他最割舍不下的 犹豫之时 提尾的一通电话打动了他 郎平 祖国真的需要你 郎平这辈子 最受不了这句话 每次听到这句祖国需要你的呼唤 他都会应声而来 1995年 他依然离开幼小的女儿 和国外优越的生活 指教中国女排 拿九百元的工资 我骨子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 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 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郎平回国的第一年 就化腐朽为神器 在他的指教下 本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女排 1995年夺回了亚洲锦标赛冠军 11月拿下了世界杯季军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斩获银牌 郎平获奖世界最佳教练员 就像白岩松说的 哪里有郎平 哪里就有奇迹 带对近四场的目标 其实已经实现了 郎平本来可以申请离任和女儿团聚 而且当时的美国意大利女排 都有意邀请他指教 但郎平权衡之后 决定还是等队伍稳定一些 一直等到1998年 他率领中国女排 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 世锦赛的亚军 才终于离开 取之一身的伤病 在1999年的交接仪式上 他气不成声 后来的几年 郎平一边治伤病 一边在意大利指教 拿遍了欧洲联赛的冠军 期间他看到中国女排 连夺世界杯冠军和奥运会冠军 确信中国女排已经走出低谷 不再需要她了 于是2005年 他接受了美国女排的邀请 出任主教练 一方面是他需要更高的平台 另一方面是想好好照顾 在美国生活的女儿 他当时没想太多 只是觉得 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又离女儿比较近 没想到这个选择 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国内媒体当时对他的采访 处处是讥讽 郎平也几番被呛得心烦意乱 他矛盾极乐 也难受极乐 他说如果更多的中国人 不赞成他当美国队的教练 那他会放弃 如果大家都不喜欢 我干嘛要让这么多 球迷伤透了心呢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不是可悲的事情 不是给中国人丢脸的事情 当时中国女排势头正进 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冠军 而美国女排完全不是枪队 他们请郎平的目标 只是想顺利入围北京奥运会 可谁知道2008年的北京 中美相遇 郎平带领的美国赢了 还拿下了银牌 郎平当时曾跟美国队员说 他的内线很复杂 但作为一名职业教练 他又必须全身心地做好教练 该做的事 郎平超强的指教能力 又一次得到印证 可他也被一些人骂惨了 大家都忘了13年前 他曾如何抛下一切 挽救中国女排 忘了他离开时 曾是如何地恋恋不舍 一片骂声里 郎平没有争辩 2009年 他受邀回国 指教广东女排 而女排国家队 再次陷入了长期低迷 2012年 郎平在伦敦奥运会担任 解说嘉宾 一场终日之战 当他见证了中国女排 止步武强的惨败时 忍不住在镜头前 泪流满面 那时的中国女排 看起来已经无法挽救了 人们对当时的主教练 非常失望 可是国内已经没有 其他教练能够接手 和敢于接手 在这最寒冷的低谷 郎平又一次 临危受命 接下了这颗烫手山芋 他只有一个条件 必须保证 我对女排选人用人的话语权 当时的中国女排 刚刚拿到了38年以来 最差的成绩 亚锦赛第四 球迷们非常失望 但郎平没有着急 输球的结果我们要面对 成长的学费我们要交 他一边改革技术 一边重新洗牌 他把省队有权力的队员 提到了国家队的后部名单 如今的名将朱婷和袁新月 当初刚进国家队时 都是郎平手把手地交 很多人不看好女排 离奥运会还有三年 从基本功练起 做梦吧 这些争议郎平都不在乎 他从美国请来 体能教练和伤病康复专家 让他的姑娘们 少受他受过的伤病之苦 他搞人性化管理 允许姑娘们 化妆打扮 看剧网购 他主张打比赛 多动脑 多思考 打聪明球 他经常深夜 还在研究一场比赛的数据 每个球的落点 每个选手的特点 他执教是很严格 撕下去很温柔 队员们都亲切地喊他郎妈 而女排姑娘们 也给郎平和中国球迷 带来了惊喜 2015年世界杯冠军 郎平哭了 2016年奥运会冠军 郎平又哭了 2019年世界杯冠军 三连冠中国女排又回来了 而郎平作为一个 事所罕见的国家队女主教练 再一次证明了 自己的实力和专业 他说这也是为女性 为她的女儿做榜样 而她也成为了 2019年的中华之光 在国内几乎家喻户晓 陈可欣把她的经历 拍成了电影夺冠 由巩俐出演 这一切好像美好的 都有些梦幻了 最近几年 郎平一直在认真备战 东京奥运会 一日日艰苦的训练 从未懈怠 所以她这次对女排的 东京奥运之旅 很有信心 球迷们也是摩拳擦掌 拭目以待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奥运小组赛 中国女排第一场对战 实力不是很强的土耳其 就0比3大败 第二场对战美国 又是惨烈的0比3 第三场站在了悬崖边上的 中国女排和俄罗斯 背水一战 这次打得很激烈 但最后2比3又输了 上季的冠军 竟然就这样连败三场 直接在小组赛出局了 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一时间房间负面评价四起 郎平和女排这几年忙着赚钱 训练没跟上 郎平的战术已经过时了 郎平用人不对 但事实上呢 注定出局以后 女排姑娘终于找回了状态 在剩下的两场比赛里 先是3比0战胜意大利 又3比0大胜阿根廷 从这两场姑娘们的状态看得出 她们不是技补如人 不是输于训练 她们的实力其实在线 只是刚开始没有发挥出来 而竞技比赛是残酷的 没有人管你实力行不行 你输了就是输了 出局就是出局 赢了意大利后 郎平在采访中哭了 她揽下了所有的责任 对不起 之前确实没打好 我作为教练工作没有做好 没想到这么早出局 我要负主要责任 这次提前出局 到底教练有多大责任 其实很难说 但郎平愿意承担所有 这很符合她的个性 而最最遗憾的是 这次东京奥运会 是她最后一次带队出战了 我们中国人都很在意结局 很渴望一个圆满的收场 而要强了一辈子的郎平 没能得到 最后一场球 是郎平最后一次 作为主教练 看着自己的队伍 在赛场上拼杀 再后女排姑娘 集体给郎平 拘了一躬 又一个个地拥抱郎平 哭得不能自已 漫长的郎平时代 就这样落幕了 队员和球迷都万分不舍 这48年来 郎平承受了太多非议 太多伤病 太多挫折 太多惊心动魄 很少有人知道 郎平其实是残疾人症的持有者 他在开车的时候 才会把他挂上 我脖子以下 没有一处完好无损的地方 他忍着一身伤痛 鞠躬尽瘁 到退役时 却是这样 黯然转身 好像真的有点遗憾啊 其实五年前 他本可以在 礼约夺冠的辉煌中 就带着12分的荣光离开 可那时 女排依然非常需要他 他思虑再三 放弃了所谓的圆满 选择留下来 带着女排 再冲一届奥运会 他当然知道 几年后的今天 未必如之前那般圆满 但他义无反顾 他对排球的纯粹热爱 他对祖国的一腔热血 都让他可以忽略 自我的得失 而在这份至爱面前 所谓完美结局 也不那么重要了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 只要过程足够努力 足够精彩 最后无论是何收场 都应该欣然接受 感谢郎平 用满腔的爱和执着 带着一身的伤痛和疲惫 撑起了中国的女派精神 让亿万中国人 看见了绚烂的彩虹 也多了一个精神榜样 愿他今日转身后 有幸福再迎候 郎导 请多珍重 好了 今晚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让我们相约明天 也祝各位 每晚好梦 晚安